咱们来看一看双方的第一局 上来一会 好球 大 这个空档太大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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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可惜 随着许新的这次正受回球出界 第二局开始 一般在打周语的时候 也不是说一种压倒性的优势 好球 反手 反手的一下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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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续 而且优势明显 好球 好球 这样的话 许新在第二局 11比6前两局是打成了1比1 大量的国际比赛的经验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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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续的摆小球 好球 好球 不断的在调动许昕 好球 漂亮 好球 凡仁东就是战胜了许昕 也成为了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这么看的话 今天比赛凡仁东 输球的话会进入到最终的第五盘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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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凡仁东上风了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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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łem 好球 这样的话在这局 凡准冬是11比8 战胜了曲心 这样的话3比1